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长 这些零食都请你吃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组长 你真是比我肚子里的穷还了解我呀 说吧 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帮你 那你能送我一只风筝吗 一只风筝 小事一桩 别说一只 十只都没问题呀 可是组长 我要的是那只 哪一个 那个是追风筝大赛第一名的奖品 组长 把那个风筝给我嘛 这可不行啊 蓝洋洋想要风筝 就去参加追风筝比赛 自己赢回来吧 一边 开始 我回来了 两秒 喜鸦鸦 你真快 何止啊 我可是一口气吹了两个方丈回来呢 喜鸦鸦 你好厉害呀 看来这次追风筝比赛冠军非我小羊队莫属了 大家可不要掉以轻心呢 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奔洋洋呢 不用担心 奔洋洋每次都输给喜鸦鸦的 这一次一定是喜鸦鸦的冠军 喜鸦鸦 这次追风筝比赛你真的能得冠军吗 喜鸦鸦 当然没问题 喜鸦鸦 满羊羊 你怎么了 喜鸦鸦 这些连食都给你吃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啊 喜鸦鸦 你果然是羊村里最聪明的人 能帮我一定会帮的 那等你得了追风筝比赛的冠军 能把风筝送给我吗 原来只是要风筝啊 没问题 等我赢了比赛一定把风筝送给你 太好了 你真是我最新赖的朋友 小意思 那你赶快去练习吧 我的风筝全靠你啦 可是 满羊羊羊 你为什么那么想要那只风筝啊 我 我可不可以不说呀 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 村长 懒羊羊羊 你怎么了 村长 你看你看 我怕高烧呀 我要休息 我明白了 孩子村长 您最了解我了 你又装病 不想上体育课了 对不对 快回去上体育课 我还要照顾喜羊羊呢 没空跟你玩 喜羊羊病啦 喜羊羊羊羊团队搞定比赛怎么办 夺冠的机会应该不大啦 蚉影 那么我臀不正怎么办呀 菲瑶丫 温洋洋 这些零食都给你吃 那洋洋 你是不是有事要找我帮忙啊 温洋洋 你真是善解洋艺 有话直说吧 是这样的 等你赢了追风筝比赛 能把风筝输给我吗 可是 这个风筝不是我的 它代表着我们葬离洋的荣誉 即使我赢了 也不能送给你 不过 不过什么呀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 那就算了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这么想要那只风筝吗 这个要保密的 风筝好高 好高呀 啊 是东风 不对 是西风 回开了啊 我陪儿子放风筝 摆在这弄坏我的衣服 老婆 你给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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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次有什么借口 老婆 我是在测风筝呢 据可靠消息 小羊们今天要举行一个追风筝比赛 我是在结合数学 物理 化学 语文 英语等等知识 推算出风筝的落地点 准备在那射埋伏抓养 你还不会去捉摇 是 老婆大人 爸爸 又费了 又费了 预备 开始 起羊羊 加油 懒羊羊去哪里了 这家伙 肯定又是躲到哪里去睡觉了呗 怎么办太好啊 怎么办太好呀 我才是最聪明的呦 风筝是我的啦 小胖子 你是在等我吗 会带牙 我才是追风筝比赛的大赢家呢 救命啊 救命啊 风筝我不要啦 给你好了 请你抱了我吧 小傻瓜 我要的是羊 不是风筝 别看我只是一只狼 你才以为我别的东西 好大的羊啊 今天一定是我的幸运日 飞羊 你是在等我吗 是啊 等你很久了 这个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啊 你好啊 灰大狼先生 喜羊羊 你也想给我抓不去是不是啊 我的手 灰大狼先生 你想和风筝一起飞吗 你 你想干什么呀 小朋友 不许干坏事啊 飞羊羊 准备 好的 救命啊 快把我放下去 灰大狼先生 你别急 我这就放你下来 至少 不要啊 不要啊 再见了 灰大狼先生 我一定会回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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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把你的胭脂风筝弄丢了 现在还你一个 谢谢你 冷洋洋哥哥 这下终于可以睡得安稳觉了 不过 我现在已经不玩风筝了 这下终于可以睡觉了 这下终于可以睡觉了 这下终于可以睡觉了